主料,面条200克,菠菜100克,馒头100克,鸡蛋50克,辅量,油,盐,香油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剩面条,之前做的炸酱面,正好剩下了一盘,鸡蛋打开,准备在锅里先炒一下,菠菜洗干净,直接折成两段,准备黄豆酱, 做面滴事后放上一点,炒鸡蛋,鸡蛋在锅里打碎,搭上菠菜和黄豆酱,黄豆酱本身就是咸的,所以不用放太多盐了,锅内放入适量水,放入面条和埋头,好了,香喷喷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这个菜美容不足的,就是我放的盐有点多了,因为我忽略豆瓣酱本身就是咸的, 所以味道偏甜,要多喝水了,所以有豆瓣酱的时候,就不要放太多盐了,本身做这个面条就要比平时少放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